哎呀实话跟你说 咱这俩孩子 你其实都是帮别人养的 哎老婆 这不是马上快过年了 你给我准备了多少伙伴啊 我给孩子准备了呀 怎么年要 我不是 哎呀实话跟你说 咱这俩孩子 你其实都是帮别人养的 那有什么意思呀 什么叫帮别人养的呀 你看啊 现在生个男孩就想玩游戏 建了个账号起了个名 砸完钱升级买装备 好不容易也看着快满级了 来了一个叫儿媳妇的 就把号给盗了 那养女儿呢 那现在养女儿就像养花一样 每台给她的浇水 施肥 细心照顾 百般呵护的 最后来了个叫女婿的 连盆都给端走了 你说咱付出这么多 不是给别人养的吗 对呀老婆 你说的没毛病呀 是吧 我告诉你啊 等以后你老了 只有我能陪你去 挑着逛上我呀 走走路呀 你就别指望孩子们了 他们以后很有自己的家庭 咱不也得理解嘛 对吧 不过你放心 等你以后就算你老子不能动了 我依然还会对你不离别切 陪着你过完这一生 所以你明白了吧 明白老公 你放心 我绝对给你包个大红包 孩子们那就少给一点 以后一定把你放在家庭的第一位 这才对了嘛 以后你就时刻去做 我就是你那个最重要的人 那这个今天晚上咱开个家庭会议 公布一下 万一在省着有人不服气啥呢 行都听你的 那行咱走 啊 Howard 好 傻瓜 佐人 佐人 她在哪里 她在位和外交朋友 她都在圍圣 她更多 她美甲 她是修行的 她有她 她也不餓